畫面中可以看到平房拉起封鎖線 整間屋子被燒到焦黑 殘破不堪 宛如廢墟 因為七號深夜一場惡禍 奪走著一家七口三條人命 包括媽媽還有兩個幼童命喪火窟 眾人看在眼裡相當難受 但也來聽一段訪問 火警犯在嘉義縣太保市民生路上 七號晚上九點多平房突然起火 當時大女兒二女兒去逛夜市屋內共五人 消防到場時發現爸爸帶著小女兒 順利逃出 不過媽媽卻和兩名兒子受困火場 媽媽被找到十名先死亡 一名三歲男童則是沒了呼吸心跳 搶救後人不治 至於另一名七歲男童原本一度失聯 直到火勢撲滅才找到遺體 大女兒跟二女兒躲過一劫 一場惡火共三人罹難 社工局社工目前也派員協助 幼童占有親屬照顧 遺憾學校保持聯繫 啟動教育處敘戶